人什么都不能做得太满了,吃也是一样,我这一生什么都不过满,什么都留有余地,宁肯缺一些,随时都准备着退后一步,一生都是平平淡淡的。 大家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时光倒流至1921年,京城一家涮羊肉店门前,一对青年夫妇领着自家的八岁小女孩来吃涮羊肉。 在店里的厨房门前,厨师正在死拉硬拽着一只要宰杀的羊,那羊凄厉地惨叫着,跪在那里,就是不肯进门。 羊的哀嚎声就像大哭一般,小女孩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终于明白了这香喷喷的涮羊肉是怎么来的了。 那天晚上她没吃一片羊肉,吃的是烧饼,任凭别人怎么劝,从那一天起她就再也没有沾过一点婚心。 这个当年的小女孩就是1914年3月出生的叶曼女士,她原名刘士伦,按中国民间传统纪灵方法,到她去世那一年已有百岁高龄。 叶曼北大毕业,曾任辅仁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六岁以左撰开盟,1935年被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特别录取,就读北大法学院经济系。 中年后,诗是南怀锦先生,陈建民上师,叶曼是当今世界极少将如、道、佛文化融会贯通的国学大家之一。 多年来曾讲授过各门经典课程,并有多项著作问世,在海内外享有圣誉。 关于叶老的长寿生活方式,我们先来听一段关于她的采访记录。 之前,应朋友的腰间到叶曼老人,在他家里的客厅我们刚落座,老人家就满面笑容地双手推着类似手扶轮椅的流动车走到我们对面的椅子上坐下去。 看上去她就像八十多岁的模样,皮肤白皙干净,一脸的书卷气,头发虽被染过,但却疏密有致,与其对话思路清晰,谈风甚见。 问其长寿之道,叶老开口便说,我的饮食不简单,我从八岁就开始吃素,已经吃了九十年了。 据她老人家说,吃素对身体很有益处,并不像有些人说的会营养不良。 她说,有些东西我没法告诉大家,只能靠你们自己去悉心体会。 我们问老人家,馋不馋昏腥,她说,当然馋啊,一闻到那肉味,香啊。 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想起羊被宰杀前的那凄惨的情景,念头很快就断了,就真的不忍心以杀生来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 小时候凭孩子的善良天性不愿意吃任何活的生命。 叶老又告诉我们,动物在被宰杀前,它心里充满了仇恨、怨气,这些怨恨积聚为毒素,扩散在肉里。 如果长时间食用这种含有毒素的肉,就会对人体有害了。 所以我以为,少吃肉就是少中毒。 叶老还说,其实想活一百岁并不难,大家完全可以把衰老的时间逐渐推迟。 叶老认为,生命掌握在每个人自己手里,他建议大家每顿饭就吃七分饱,但早饭一定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饭要少吃,最好是不吃。 吃饭既不过饱也不过饿,要细嚼慢咽。 他说现在有不少人都吃得太多,有的甚至吃十二分饱,吃得那么饱,你的五脏六腑怎么能承受得了? 人什么都不能做得太满了,吃也是一样。 我这一生什么都不过满,什么都留有余地,宁肯缺一些,随时都准备着退后一步,一生都是平平淡淡的。 叶老又说道,睡子午觉也很重要,我已坚持几十年了,你们可别小看这子午觉。 古人为什么强调要在这个时间休息,里面学问很深,我只讲一点,其他的你们自己去研究。 子时和午时都是时间的开始,古人的时间观念很强,所以主张在这个时辰休息,里面自有玄机。 记得那天,在叶老家里,老人家和我们聊着聊着就时不时地夸上随行的朋友几句,偶尔还开个玩笑。 老人很和善,还准备了哈密瓜,一边看着大伙吃,一边还幽默地点评着谁的战斗力强,谁吃得干净。 看着我们都很高兴,老人突然加重语气道,可千万别生气啊,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尤其不要生气。 你们要记住,生一次气要减瘦一年,气生百病啊。 谈起生气的话题,老人感慨良多,让你生气的人就是想让你早死的人。 我说来气我的人就是来找我报仇的,你来气我,我偏偏就不生气,我一生气,气我的人就高兴了,难道我活着的意义就是让气我的人高兴吗? 再说,我真是要被气病了,气我的人他能管我吗? 所以我每天都高高兴兴的,这样就可以长寿,我好好活着就是为了尽量做让自己和别人都高兴的事。 交谈中看见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一周菜谱,上面写着周一冬瓜,丝瓜,酱末,酱油炒,周二土豆,白菜,香菇炒,周三土豆炖豆角。 我们问老人家,这是您每周的菜谱吗? 老人答道,那个菜谱是朋友给你的,太麻烦了,我吃得很简单。 据照顾老人的小王说,老人家脾气很好,起居有偿,吃饭定食,吃得随意。 叶老还喜欢看电视里的京剧,有时晚上睡不着觉时,还看看书。 叶老吃素这件事竟坚持了九十多年,可谓是举世无双。 而除了叶老以外,小编还找来了几位百岁老人的养生官,希望借此加深大家对吃素这件事的认识。 第一位,许哲居士,114岁。 许哲居士1897年出生于中国汕头,27岁上小学,47岁学护理,67岁独立创办养老病院,69岁学瑜伽,90岁学佛,100岁用功学中文,101岁皈依佛门,被新加坡政府誉为国宝。 许哲居士的生命经历是很特别的,他的各种学习都比别人晚了一步,但他却付出比别人更多对生命的热爱和真诚,可以说他是全世界终生学习的最佳代言人。 许哲居士106岁时不但不需人照顾,自己还在照顾20多位比他小二三十岁的孤苦无一的老人们,每个月定期分派粮食给他们,也为他们交房租,水电费。 当他到各处分发红包给受他照顾的老人时,他说,他们给他的最大的礼物就是他们开心的笑容,他们的笑容使他年轻。 他说,我是最开心的人,他们每个人只有一份开心,我有二十份开心。 他还说,我不吃不好的东西,不说不好的话,不想,不做不好的事。 素食主义的他,日食一餐基本上是吃生机蔬果,如果食物需要烹调,也不蒙火煮食, 以免养分丧失,除了不吃熟食,他也不喝茶,不喝酒,不喝咖啡,不吃糖,不吃孤训类食物。 因为酒、茶和咖啡会刺激神经,糖和孤训类是惰性食物,影响静坐。 除了清净饮食,每天的静坐、瑜伽、散步也是他的长寿秘方。 第二位,龙春狗老人,103岁。 龙春狗出生于1914年4月6日,桂林市七星区和平村人,在这个有5000多人口的村子里,他是唯一一位百岁老人。 说起龙春狗,和平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他,因为过去他父亲是村里50队的队员, 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会拳脚功夫,算得上风云人物。 还有很特别的一点,这位龙春狗从24岁起就向善信佛一直吃素,如今他低调地生活在村子里,平和地度过晚年。 他的长寿之道就是,坚持吃素,每天静心打坐,生活极有规律,处事低调,有本事也从来不逞强,和善待人。 在记者接触过的百岁老人中,龙春狗的饮食习惯可以说是最特别的,他一日三餐完全是素食,从24岁开始至今,吃素的历史已经有79年。 79年里,有人曾因为吃素笑话过他是个怪人,在特殊年代,有人也曾逼迫他,撬开他的嘴让他吃肉,但是龙春狗一直坚持,吃素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 龙春狗吃素吃了这么多年,他平时都吃些什么素菜呢?记者了解了一下他的食谱,早餐一般是各种豆类,红枣,枸杞熬成的八宝粥,午餐晚餐有米饭,配菜很简单,一般是豆腐,腐竹,香菇等。 中午晚上这两顿必须要有青菜,常年吃素的龙春狗,气色方面却很不错,家人说这是因为他在其他方面摄入营养,特别是这些年条件好了之后, 龙春狗早晚都要喝一碗牛奶,他还会买一些当归,党参,黄旗等来吃,挺会照顾自己的身体的。 第三位,邓修龟老人,一百岁。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邓修龟的老伴去世,他就随着女儿一起生活,早年苦日子多了,导致六十多岁的他就患上了心脏病,时不时得去医院看病。 七十七岁的女儿告诉记者,三十年前,母亲重病住院,吃任何药都没有作用,最后还是托人用了进口药后才转危为安。 多次病发后,家人对老人的病情掌握得十分清楚,老人稍有不适,家人就会立即送他去医院治疗。 最近两三年是经常生病,去年一次住院后,老人从脚到膝盖都变凉了,大家都认为老人过不了这一关了。 没想到四天后,老人竟然又奇迹般地苏醒,能走能行,恢复健康。 此次生病后,邓老全部吃素,除了鸡蛋外,一点昏腥也不碰,身体反而比以前更好些。 邓老的作息时间很固定,每天早上七点准时起床,然后自己烧早饭吃,烂面条,西粥等均可。 中午十一点准时吃饭,吃些蔬菜和豆制品,特别偏爱青菜豆腐汤和胡萝卜饭。 中午不睡午觉,但晚上七点,他必然休息。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 吃素作为长寿路上必不可少的一步以外,我们更需要做到客气、自律。 你想法多了,欲望多了,一天患得患失,肯定不能长寿。 心里面坦坦荡荡,这样才能活得久。 坦荡,向善,活得久才会有意义。 再看结束。